過年了 人人都想要領大紅包 不少人都會想要去採券行 試試龍年的手氣 那我們就帶您來看到 今年的紅包到底有多大包 台財指出 今年的春節加碼 像是威力採大樂透跟賓果賓果 加碼的總獎金是達到了9.7億元 創下近7年春節加碼的新高點 那其中威力採在2月5號 其實當期的頭期就已經加碼了 2萬塊2億元 但是昨天晚上就開出獎項了 頭獎並沒有送出 也就是說邁入了連四槓 因此累積到下一期 也就是2月8號 頭獎的獎金預估是上看3.1億元 那至於大樂透的部分 今年是從2月6號到2月24號 連續開獎19天 創下了史上最強連續開獎的天數記錄 而且每天都有機會 可以抱走1元的頭獎 那其中2月6號到2月10號 台財也再加碼了360組的 100萬元春節大紅包等你來抽 那另外還有人會喜歡玩5分鐘開獎一次的 賓果賓果 也將在2月2號至2月18號連續加碼17天 是第四屆以來最長的加碼天數 那其中猜大小跟猜單雙的獎金倍數 也從6倍提升到了7倍 而如果我們想要一元發財夢 除了重樂透之外還能投入台股市場 帶你看到第二張 台股在昨天封關了 金兔年順利收紅盤 小漲了36.14點 收在18,096.07點 成為第一個農曆年 封關站穩萬八的一年 那我們帶你來看到這次封關創下的五大亮點 封關點位是史上最高的 市值也是史上最高 攀升到了57.73兆元 甚至市值的增加金額10.86兆元 也創下了歷史第二高 至於兔年的台股走勢是先蹲後跳 因此最高點也一度來到了18,138點 為個生肖年的第二高 就連每一位股民平均賺了86萬元 也是史上第三多的 那可能有人想問 今年漲最多的個股 您有跟到這一波漲勢嗎 根據統計 全年漲幅最高的 就是搭上AI浪潮的試劑 它的漲幅超級驚人 是達到了1,000% 再來是半導體產業 一定需要的重電變壓器 上游廠滑城 大約是840%左右 還有洛基以及逐漸轉型的 IC設計上游廠商 安國、荷邦也都有上榜 不過有些人 喜歡看公司體質規模 再來進行通資 那兔年台股的前十大市值排名 也出爐了 其中眾望所歸 台積電就以16.15兆元居冠 年增3709.15億元 那漲幅是逼近30%的 那第二名是聯發科 市值1.498兆元 雖然說是居次的 但它的年增是3905.4億元 漲幅突破三成 來到35.42% 35.24%是超越台積電的 那至於第三名的則是鴻海 總市值是達到了1.4兆元 至於年增率最大的是廣達 239.99% 但是它的總排名是位居第四位的 那我們縱觀分析 兔年的各類股表現 其實在AI跟半導體產業的益著之下 都帶動了電腦 以及周邊設備的指數強彈 超過108.78%是最出色的 那其次電子通路則是上漲了56.28% 資訊服務電機類指數的漲幅也都有超過4成 不過反觀傳產當中的塑膠類股 以及波桃指數都下跌超過10% 是為2跌幅超過1成的類股 好 放眼望去 未來龍年台股的前景是如何呢 專家就分析了 今年其實是政治的經濟年 美國 日本跟印度都有選舉 那政策的紅利將會帶動股市 是一漲難跌的 是比較有機會上漲的 另外聯準會在今年也渴望降息 資金的行情就有利於外資 外資就會持續的流入 將會帶動台股的漲勢 再加上龍年開紅盤之後 各機構法人也將陸續回歸布局 預估今年第一季的上漲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至於龍年整體呢 台股的指數也有機會 可以站上2萬點的高點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播內容 當選立法院長的韓國瑜 上任第一天沒有進辦公室 就在各地拜會 結果被綠營猛工偷懶 因此在昨天他也公開了自己首度進立法院的一天行程 首先呢大約是早上的8點50分呢 他就抵達立院了 並且馬上開始巡視各個局處 而且還帶著新任的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一起來亮相 更大讚周萬來在議事的程序上面 是教科書等級的 而在拜會的過程當中 他也一直做出像這樣的拱手的招牌動作 那接著呢中午呢他就來到了立院內的康園餐廳 跟所有的職員一起來排隊 展現親民無特權的作風來進行用餐 那甚至還有粉絲要求要跟他一起合照 那接著下午呢就面臨了他上任的第一個重責大任 也就是朝野協商的開議時間 那我們帶您看到了 其實原本藍綠都是希望維持慣例的 在2月23號 但是呢國民民眾黨團的總招黃國昌 就希望呢最快在2月6號 或者是2月16號就開議 因此喔這個雙方是爭吵不休 最後呢韓國瑜取得折衷方案 排版在2月20號 創下20年來龍逆年的最早開議日記錄 那同時呢這個的決議也花了31分鐘就解決了 堪稱是還蠻高效率的喔 不過呢在朝野協商上面也有小插曲 就是呢民眾黨立委陳昭茲不滿先前立院龍頭的投票 他被淪為廢票了 當場就開嗆了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總招柯建民 雙方是激烈的辯論 氣氛非常火爆 因此韓國瑜就趕緊要來緩加 他要柯建民看他的眼睛休息一下 想要打原場 但雙方似乎是不買單 最後是周晚來發揮了立院活字典的功能 端出了議事規則 才替三方鋪台階下來了 那可以讓這個韓國瑜國會主持的處女秀 是暫時的和平落幕了 那我們回顧一整天 其實韓國瑜上宮首日 就一口氣連排了四個的公開行程 但是依反過去他京劇連發的常態 他這次是比較寡言 而且也比較拘謹 甚至面對媒體也只有致辭並沒有受訪 因為他時隔22年重返立院 除了意識到身分好像真的不同 顯然也有高人對他提點 而面對綠營普遍抱著看好戲的心態 韓國瑜也期許自己了 他說開會一定是要有端莊嚴肅的一面 但他的個性就是非常的真誠跟熱情 因此也不希望當了院長之後 一個月照鏡子就變成了 滿清紫禁城來的老太監 還是希望能夠以真誠 善良 熱情為原則 彼此信任 合作 不過幽默是智慧 玩笑是失言 民主國家對國會議長的格局仍然是有高度的期待的 所以韓國瑜雖然是有周萬藍在側 第一天是安全下莊了 但蜜月期能有多久呢 韓國瑜自己恐怕將在紫禁城還有坐自己之間來走鋼索 大家都拭目以待 好 看完了嚴肅的工作 但您看到當天晚上就是國民黨的尾壓 黨內的各大咖都有出席 那最近的話題焦點 韓國瑜就馬上領唱了一首我愛納魯灣 而且還帶領大家一起合唱 那一旁的徐曉星後來也有高歌一曲牽首 氣氛是非常的熱絡 那雖然說國民黨已經連續七年發不出年終獎金了 不過今年的小紅幫還是有加碼 每個人都可以領到8000塊錢的禮券紅包 那主席朱立倫更是自掏腰包 要來請外匯好料 慰勞黨工們的辛苦 不過面對韓國瑜再度成為正談焦點 朱立倫也被問到了 會不會擔心被韓國瑜的鋒芒給蓋過呢 國民黨內等於出現了雙太陽是嗎 那對此朱立倫就回話了 他說他表示不介意 黨內如果有更多的引擎發動 那不是更好嗎 還說他未來要找時間 讓韓國瑜跟黨籍的縣市長來團聚 那來表示說54位的立委 都會成為各縣市長的最強後盾 絕對不會讓他們再受委屈了 要來營造藍營的大團結氣氛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分內容 今天早上你出門有沒有覺得又變冷了呢 先帶您看到溫度的部分 今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其實北台灣的氣溫都比較涼 那其他地區早晚也都偏涼冷 帶您看到數字的部分 今天是6號可以看到紅橘色線 以及綠色線就是北部以及東部地區 高溫都是不超過20度的 那南部地區雖然說中午高溫 可能會飆上二字頭 但是早晚溫差大還是要多戴件衣服 那到了明天週三開始冷氣團就要南下了 而且強烈強度是上看強烈大陸冷氣團的程度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氣溫就是一路往下跌 而且會一路影響到週二 那其中分開來細看 但您看到小年夜到除夕這兩天 這兩天8號以及9號其實夜晚跟清晨 在中部以北宜蘭都有可能會出現 11度到13度的低溫 那至於南部花東還有澎湖 也有可能會出現14到15度的低溫 金門馬祖因為是離島江風大的關係 10度以下的低溫都是有可能的 那其他地區的空曠以及近山區 還可能會再低一些些 而且就連3000公尺以上高空的零度等溫線 也將會在除夕夜的時候 碰到我們的北台灣 那真的是非常冷 那氣象專家賈欣欣更預估 最冷的時間將會落在初一深夜到初二清晨 他認為這個時間點 北部的低溫恐怕會只剩下9到10度 也就是跌破10度了 那苗嶺以北的空曠地區 風比較大恐怕會跌破到7度以下的低溫 不過可以看到 這一波的冷氣團只影響到初二 之後氣溫就會稍稍的逐漸回升 可以看到曲線往上走了 那直到初五以及初六的開工日 北部的氣溫就可以達到24到25度 是比較舒適宜人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雨浪的部分 其實今天東北季風來襲 所以其實加上明天 週三 華南雲雨區逐漸東移過來 那都是以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局部都會有短暫雨的狀況 可以看到北部地區比較藍藍綠綠的 雨勢的部分 那中部山區是偶爾的零星雨 這樣的降雨形態 那接著到了過年的部分 就分三階段的變化了 我們將先從濕冷到乾冷 再到回溫 好帶你來試一看 其實小年夜到除夕有這兩天 大陸冷氣團再加上 華南雲雨區的影響 其實全台都是有雨的 可以看到全台都是有顏色的狀態 那尤其是北部地區的雨更加的大 是濕噠噠的 那同時氣溫也是最低的時候 所以體感溫度真的不到10度 請大家除夕夜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接著到了除一除二水氣是逐漸的減少 可以看到只剩下東部地區有一點點零星的水氣 漸漸的轉成乾冷的天氣形態 那到除了以後後續就冷氣團減弱了 那初三以後就會明顯的回溫 所以其實今年要返鄉的民眾一定要先看好 返鄉當地的氣溫 要多帶一點衣物保暖也要帶雨具 再來看到第三章 天氣冷再加上人潮聚集 像是過年大家都會圍爐走春等等活動 也讓病毒更容易流竄 像是彰化就有一位七歲的男童 他反覆地高燒了一整週 造成扁條腺炎 喉嚨痛 眼睛睫膜炎 甚至還併發肢氣管炎 那他就是確診了感染腺病毒 那甚至他參加東陵營的同學們 也陸續都出現相同的症狀 所以醫師就提醒 其實現在腺病毒真的是在大流行 尤其是耗發在孩童的部分 而且是以飛沫傳染為主 那感染之後可能會持續發燒 三到十天 最常是有十天 而且還容易有併發症是不可大意的 所以醫師也點出 其實今年春節有五大病毒 除了剛剛提到的腺病毒之外 還有像是流感 輪狀 懦羅 跟新冠病毒都容易互相傳染 尤其是免疫力比較低的老人或是小朋友 都一定要嚴防五毒奇攻 所以今年春節大家如果想去走春 但如果到了大賣場或是百貨公司 太多人擠在室內了 還是戴上口罩比較保險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推播內容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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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